2007年7月5号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正式的开馆 资料馆展示了80多件慰安妇的研究资料 其中包括见证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的一些物证 各地慰安妇的口述实录 还有他们在慰安所使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 开馆仪式上一对来自广西农村的母子成为这么关注的焦点 母亲伟少兰88岁首次公开自己的慰安妇身份 而她62岁的儿子罗善学 以日本兵后代的身份公开来指证日军残害母亲的暴行 罗善学其实也是历史上第一位 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二产期间 中国至少先后有20万以上的妇女被迫隆为慰安妇 但是公开他们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其实为数寥寥 而罗善学这更为特殊的深醉 这更为特殊的勇气 就很快成为人们在网络上公开讨论的话题 有人表示同情 有人表示愤怒 也有人说罗善学呢 他这个鬼子兵后代的身份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 甚至有人提出说 应该让罗善学到日本去寻找证据 去寻找他的日本父亲 鬼子兵 2007年7月我们来到广西省利浦县新平镇贵东村 在小谷告屯我们找到了罗善学 通过科学的方法验证这个人是你爹 你会怎么想 我这一刀子看似他 我这一刀子看似他 我这不许的女人吗 不管是身上流的是谁的血 但是我不认这人这门亲 你不认谁 媒体宣传完了以后 他会来找你吗 我会换去 我反对我会换去 公开身份前 罗善学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 靠种地为生 尽管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世 有着种种猜测 但他始终没有真正明白 在村子里 自己和其他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此次上海之行 母亲第一次为他解开了 自己的身世之谜 1944年 亲华一军对广西利古县 小谷高屯实施扫荡 25岁的韦绍兰听到枪声 多叫刚满周岁的鵝 向山上跑去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 韦绍兰和刚满周岁的女儿 被带到了日军设在20公里外的沙子岭 卫安索 夏季呢 我懒得红人猛 第一个 太阳 有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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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没得 我军兰 大军兰是军兰一八五 就有十个房子 一个房子 十年我女子 外在半个小口 这个房子 在家伙许 她不 fi,也不是那個,但她被別斷了 她說話 詞 Earlier 是 porque 她 corrid firma uf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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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在日军沙子岭卫安所关押着多名中国妇女 她们的用途是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工具 因为我没死 我没死 我拿起来以后 我来个人 来个人就来个 这钱口啊 这下银啊 检查得这样 我们都拿起来 彼此的娘子 带着我起来